环球时报记者富国豪2019年8月13日 在香港国际机场预袭议案 早前香港警方检举了4名被告 其中3名被告被裁定袭击及参与暴动等罪名成立 1月8日该案在香港区域法院宣判 香港警方随后召开发布会公布案件最新情况 案中的第一、第二和第三被告被裁定多项罪名成立 当中包括暴动罪和非法禁锢罪等等 这3名被告在今天被法庭判以4年3个月 至到5年6个月的即时监禁 张文汉引用法庭判词指出 该案件不仅伤害受害人 也让香港人蒙羞 更加让世界怀疑香港的治安 法庭在判刑的时限 也都指出案发的地点是香港国际机场 是香港对世界的窗口 也都是香港的重要地标之一 暴动案竟然在这么重要的地方 发生不但伤害受害人 也都令香港人萌羞 更加令到世界怀疑香港究竟 是否一个安全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